现在已经坐上村长的小床了 小木床 送我们到瀑布那里 顺便看看兰花 我发现村长的小床漏水 水一直往里渗 现在这个水就少了 这里是已经过了两条河交界的地方了 里面他们锯木头的声音 前面是组合道 这里的话已经是进入其中的一个分支了 现在村长在前面带路往瀑布出发 水多的时候会满到这上面 这里有好多鸟叫的声音 大家有没有听到 对 有这个流量的话够用 这河汤里还好多木头 这些木头应该都是不叉的木头 在这里看到河中的倒影 看来蛮漂亮的 11点多出发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点 看完地 我们现在要去看瀑布 但是这个季节的话 这个河水比较少 因为老窝已经进入旱季了 所以我们船停在那里 现在的话是走路过去看一下 一个是看瀑布 另外一个的话说 这边有这老窝特有的兰花 看看能不能挖两朵回去 你看这个河水现在水很浅 应该水大的时候我站在这里 应该都有一两米深的水 现在这个雨季没水 地上都是牛角印 水很少很少 看看水中的倒影 这个就是这河汤的附近景色 鸟很多鸟语花香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见 现在的问题我主要是关心这个水的问题 他说这个时候算是水最少的时候了 最干的时候 最干的时候 因为就是说 大概现在是12月份 12月份是 去看兰花还要徒步两公里 那为了看兰花走就走了 村长说要过河 他自己先走一遍给我们看 走回来 走回来拿东西 我给你过去先来 没关系 我走一趟就知道 这里泰山兄弟说要背我过河 没事 这个我拿着就好 河汤比较暖 而且我也比较重 所以说背着到半中间的时候 我就下河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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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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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了 我以为我们是第一波来到这里的外国人 其实之前的话 有一些法国人也是经常有过来的 这个村长的话都还会一点发雨 村长一直在前面带路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没穿鞋子的 刚才过了河 脱了鞋子 他鞋子就没拿 就放在河边了 然后在这森林里面走 他就是关着脚要在前面走 瀑布 这里应该就是瀑布的位置 难道是现在水很少 现在没什么水 因为有水的话 这里就是瀑布群了 这里就可以作为一个观景平台的 但是应该是站在下面看就看得出来 声音在那边 他应该还是有水过吧 在水在那边 本来是来看瀑布的 但是现在水少 听说有兰花就改看兰花了 先以兰花为主 这里其实已经过了瀑布一点了 这一块全部是石头 如果水要是大的话 还是比较壮观的 现在离那个兰花的目的地 还有100米 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片还全部是石头 石头比较多的 在老窝的山上还很少看见 这么多石头 可能是我们开香蕉地都避开的 石头的地方 你看这里地下基本上都是石头 鸟语花香 这个地方的话要搞成一个旅游景点 就是临终漫步 在这里可以逛一逛原始森林 听听 可以听着瀑布的声音 和各种各样的鸟叫声 大瀑布应该是在这里 声音这么大 刚才那个还是河汤 现在应该才是接近瀑布的地方 哦 这个就是兰花 这还是寄生 对 我以为是在地上长的 不是不是 寄生兰花 寄生兰花 哦 动了一动了一 虽然我还一直在地上看呢 这个就是 这个长的这个果是什么果 兰花果 关注不明录 下期再见